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夏日里很多人都喜欢吃的素炒和菜 做法简单快速又下饭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把木耳 加入一勺白砂糖 作用可以使木耳快速泡发 再加入一勺面粉 吸附木耳杂质 然后加入4-50度的温水 盖上盖子 给它保温 摇晃至白糖融化 放一边 再准备两个番茄 先顶部十字画刀 然后加入热水 果皮的农药残留比较多 吃之前我们最好把它去掉 现在碗中再准备一把白玉菇 和泡发的木耳 再准备一只小碗 打入两颗鸡蛋 先把鸡蛋搅发 放一边 西红柿去皮后 旋转着把它切成大一点的块 切好后放入盘中 再准备几根小香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 葱白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 切好 装入碗中 再加点蒜末 葱叶 给它切成长段 切好 单独装入碗中 水开后 下入白玉菇 木耳 开大火 焯水约三分钟 焯熟后 控水捞出 再用铲子摁一摁 把水分逼出来 这样烹饪的时候 好入味 下面油锅烧热 倒入鸡蛋液 开大火 把它炒成大一点的鸡蛋花 还有少许蛋液 为凝固时 我们可以关火 利用余温 把它炒熟 先盛出来 然后再起锅热油 倒入蒜末 葱花 翻炒出香味 下入番茄块 加入食用盐 边炒边用铲子按压 这样可以快速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再加入一点白糖 中和一下西红柿的酸味 翻炒均匀 下入木耳 白玉菇 开始调味 加入蚝油 生抽 放入鸡蛋花 把这些食材 翻拌均匀 关火 下入葱花 利用余温 把葱花烫熟 哇 好香啊 这样做的素炒和菜 在夏天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吃 既简单 省食 还方便 而且搭配又营养 有鸡蛋 有沫 还有菌类 口味清淡 不油腻 特别的下饭 炎热的夏天 来上一盘 就够了 喜欢的话可以试试哦 我是阿胖 点我头像还能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